随着上期的最后我们将大奥地利和中国统一 一个可以与帝国公约分庭抗衡的多脑亚德里亚联盟正式建立 虽然目前我们只有波兰这么一个盟友 但相信在我们卡尔一世的灵活外交下 我们的联盟会逐渐壮大 目前我们奥地利的军用工厂和民用工厂 在我们三年的发展时间内已经高达了205个 这个工厂数量建设出一支强大的陆军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我们更需要的还是时间 不出意外的话二战应该会在1940年开始 所以说现在给我们留的时间已经不够一年了 这段时间我们至少需要把这8.6K的中型坦克先给它全部补齐了 现在我们在生产界面已经把我们的所有产能全部给了我们的中坦 目前来说生产效率还是有点慢的 不过再攀一段时间应该就能攀到顶峰了 到时候我们装甲生产的速度就非常之快了 那既然这段时间仍署发育期 现在我们就开始点点我们的国策跟我们加一些工厂 我们开始点阿尔卑斯山矿藏 然而我们国策点完几天之后 没想到俄罗斯居然向德意志帝国宣战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大部分时间俄罗斯对德意志帝国宣战 基本都是德国和法国干起来之后才会宣的 但没想到这次1939年3月份就直接宣战了 虽说波兰让我们从帝国公约之内挖走了 但现在的帝国公约仍然是不弱的 这俄罗斯居然敢开战 目前纸面上的数据 德皇是拥有75到155个师的 俄罗斯则是拥有70到311个师 虽说在纸面数据上俄罗斯确实要强一点 但是德国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他还有整个帝国公约 那这场战争让我们奥迪迪来看的话 那就是希望他不要打得太快了 只要打得太快了 对我们奥迪迪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这场战争如果僵持住了 那对我们奥迪迪才是最有利的 那目前我们还是静观其变 继续看看事态的发展 我们继续扩军 接着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本来以为只有俄国和德国加起来了 没想到法兰西公社突然被刺了德老 对德意志帝国宣战 这下就不是德俄战争提早了一年了 这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提早了一年 直接在39年的3月份全部爆发了 那现在我们的奥迪迪根本没有准备完 我们的坦克都没有训练完 这让我们怎么打 那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唯一的自救办法就是不表态 我们不能参与任何一方的冲突 不然我们就是自取毁灭 最起码我们的主力部队训练出来之后 我们才能进行选边战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能管 接着时间到了39年的4月23日 我们收到了波兰的一份计划 统一波兰计划 遵循太长不看的主旨 我们依然是油繁化简 这一份所谓的统一波兰计划 实际上就是波兰人想要拿走我们的加利西亚 拿走加利西亚之后 会给我们加50的正式点数和10%的稳定度 同时支持波兰统一将使帝国更加稳定 并给我们带来长期的贸易利好 但是我们好不容易打了这么美观的一个版图 却让我们割掉一部分 这能允许吗 这完全不能允许 哪怕是赔点车赔点炮我们都愿意 但是让我们割地这绝对不行 那另一个拒绝的选项就非常难受了 减我们100的正式点数 并且会触发事件 前奥代表团空手而归 这是波兰的事件 但对于我们还会减10%的稳定度 并且波兰还会获得一个特质 叫做被激怒 对我们大奥利利合众国的评价 减100 最最最恶心的一点 是拒绝波兰统一会激怒波兰人 并很可能使我们的联盟不稳 但是波兰人终究只是一个小小的波兰 他再怎么激怒又有什么用呢 斯拉夫人什么时候能骑在帝国的头上呢 我们直接拒绝 那果然在拒绝之后 我们不仅吃了debuff 波兰也离开了我们 并加入了帝国公约 很好 波兰已经把事情做绝了 那之后我们会在战场上 让他后悔今天做出的决定 接着时间到了1939年的5月7日 我们的国策完成 阿尔卑斯山矿藏 现在我们就可以点我们的下国策 奥地利军用经济 这国策完成之后 直接给我们加6个军功 可以说十分的香了 我们直接点掉 接着时间到了39年的6月8日 我们触发了事件 共同对抗贝尔格莱德 在第4次巴尔干战争中 击败保加利亚后 贝尔格莱德条约将目光投向了奥地利 条约成员一直在计划 对帝国发动入侵 夺走罗马尼亚族 与斯拉夫人聚集的土地 我们确信如果战争来到 我们必然是胜利者 但局势多变 谁都没法打包票 但最近战败的保加利亚 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 保加利亚人仍然希望重建大保加利亚 他们提出我们两国应当建立一个 针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防御性条约 这样的话 保加利亚将纳入我们的势力范围 贝尔格莱德条约 见此情形也要三思而后行 那我们对于这份提议是十分赞同的 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 本来我们就看他不爽 那既然保加利亚想和我们结盟 那我们愿意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条件 接着到了1939年的9月5日 我们也收到了西线的消息 德国的慕尼黑已经陷落 落入了第三国际之首 攻占慕尼黑后 法兰西公社正在策划 准备占领德国南部其他地区 外界观察人士认为 德一支帝国即便不立马在当下崩溃 也不过只能继续苟延残喘数周而已了 慕尼黑已经陷落 公社势不可挡 那作为帝国公约的老盟友 现在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事情了 那就目前德国这个两线开战的局势 帮那肯定是帮不了的 但是如果要保下来一些地 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最起码我们可以保证 帝国公约的全部领土 不会全部落在第三国际和莫斯科协约之首 那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对于德皇 我们现在唯一能拯救他的 只有对德皇宣战了 仅需35天 我们就可以进入柏林 帮德皇再保回一些土地 这也是我们目前情况下能做的最明智之举 那我们这一次的原德行动 总共派出了小100个师 分别是78个步兵师与20个坦克师 那这20个坦克师呢 实际上装备全部是不满的 但是就算不满我们也等不了了 因为现在情况十分紧急 如果我们晚了 第三国际马上就会趁虚而入 但在我们一切准备好之后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无法正当化德皇 在我们正当化战争目标时 过一天就会自动消失 那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嘛 当然还是有的 只不过我们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我们只好对波兰人民共和国制造战争目标 然而我们刚刚制造了波兰的战争目标 没想到波兰社会主义者宣布了起义 这样一来波兰就直接退出了帝国公约 德意志帝国对波兰宣战 那我们对波兰制造战争目标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冥冥之中仿佛一直在阻止我们对德皇进行备刺 但开这个情况 我们只能对帝国公约中的丹麦尝试制作战争目标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帝国公约能不能撑到我们战争目标制作好的那一天 然而没过几天 到了10月28日 柏林正式陷落 看来我们确实想多了 我们低估了第三国际的进军速度 现在柏林已经陷落了 应该用不了多久 德意志帝国 不对 德意志共和国就会彻底战败 果不其然 到了11月4日 德意志共和国停止抵抗 帝国公约正式宣布崩溃 最终在1939年的年末 欧洲彻底大变样 旧秩序崩塌 新秩序建立 第三国际与莫斯科协约基本称霸了欧洲 现在给我们多脑亚德里亚联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才是对的 那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大的我们惹不起 我们还先把小的来解决了 那第一步我们先用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来开刀 我们直接对贝尔格莱德条约进行正当化战争 最终我们在1940年的5月2日 我们正当好了贝尔格莱德的征服要求 那现在我们就正式对贝尔格莱德条约宣战 来让世人知道大欧地利和中国仍然武德尚存 在战争开始后 没想到罗马尼亚人一直在密谋 特兰西瓦尼亚叛乱 虽然很难受 但其实对我们来说不痛不痒的 我们的大军根本都没有开动 只是一个主力在前线作战 我们只需把后方的军队全部调到前线 很快就可以阻止场叛乱 贝尔格莱德的军队对我们来说不痛不痒 罗马尼亚发动的叛乱对我们来说同样也是不痛不痒 那现在我们就直接将这两国全部吞并 战争结束后 现在我们开始制定战后管理计划 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 从来不是为了吞并一些领土而发动的 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告诉欧陆各国 我们奥地利现在还没有怂 我们并没有被第三国际和俄罗斯彻底吓傻 所以我们无需吞并斯尔维亚 我们直接选择解放他们 并且扶持一个天命于我们奥地利的执政岛即可 那罗马尼亚也是同理 我们直接将其解放 那最终敲定我们的分地方案 大致就是这样了 我们稍微还是归还了保加利亚一点领土的 这一战我们的版图得到扩充 那接下来我们还不能停下我们的脚步 下一个目标 奥斯曼帝国 法国 英国 还有俄罗斯 我们目前都动不了 但是奥斯曼帝国现在父辈受敌 正是我们打的最好时机 军事坦丁堡不像是一块领土 更像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只要我们拿下这块土地 我们就可以继续向欧洲各国展示我们奥地利的实力 所以我们直接执行正当化战争目标 为期125日 之后我们将向奥斯曼帝国正式开战 然而就在我们正准备寻求我们的生存空间 一步步向中东扩展的时候 没想到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而且从波兰前线传到了我们卡尔伊斯的耳朵中 俄罗斯国对波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宣战 巴黎对阵莫斯科 没错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 但是新的冷战局面 俄罗斯并没有打算继续维持下去 而是直接把冷战演变为了热战 从现在起局势已经变得开始越发明朗了 就现在的局势正是我们奥地利想要的 因为我们奥地利也不可能同时打得过第三国际 或者莫斯科协约 也就是在他们内乱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插一脚选择帮其中一个 获得我们想要的战争目标 当然现在战争刚开始 我们还不能表态 并不是说我们无法得知谁输谁赢 因为这场战争明面上看与暗面上看 基本都是第三国际必赢的 俄罗斯必输的 之所以我们选择继续等待 那其一是因为奥斯曼的领土 我们还是需要的 起码拿了奥斯曼的领土 我们还可以继续扩充我们多脑亚德里亚联盟的门面 其二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帮第三国际或者莫斯科协约 即使我们帮赢了 最后我们落了下场 还是要和强盛的另一方开战 但是我们等到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 再选择出来选变战 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赢麻了的决策 所以现在静等时间流逝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奥斯曼帝国 然而我们计划想象的非常美好 但是俄罗斯很快就对我们加利西亚 进行了最后通牒 俄罗斯人给我们发出了最后通牒 他们要求把我们的傀儡 加利西亚地区交给他们 否则他们将会向我们宣战 那可能大家都认为 现在我们应该硬一点 直接拒绝俄罗斯的武力要求 与俄罗斯开战 但是让我们仔细想想 放弃这三块地的小得失 来想想大局 现在我们应该认个怂 把这些地交给俄罗斯 因为三块地区和俄罗斯开战 使我们的计划彻底破产 这是十分不明智的 也许就以当下的情况来看 我们是可以守得住这三块地的 当然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与第三国际一起进攻俄罗斯 最终导致俄罗斯投降了 那么下一个目标 受罪的就是我们奥地利 所以这个选择 我们必须交出这三块地 这并不是在向俄罗斯妥协 而是在给我们奥地利争取一个未来 接着到了1940年的9月29日 我们正当好了奥斯曼帝国的宣称 现在我们就直接向奥斯曼帝国进行宣战 基本就是摧枯拉朽 没有多长时间奥斯曼帝国停止抵抗 不用多说 在战争结束后 我们直接开始我们的分地计划 我们认为在我们的多脑亚德里亚联盟中 是不应该存在地质国家的 所以说我们的选项不是选择重建奥斯曼帝国 而是建立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 所有的地区 我们全部可以交还给土耳其共和国 但是只有军事坦丁堡 需要我们奥地利亲自控制 所以我们选择暂时维持占领 在土耳其彻底平定之后 现在我们开始执行我们的下一步计划 我们开始正当化法兰西公社 那可能有朋友疑惑 为什么对法兰西公社动手 而不是莫斯科协约动手呢 那其实道理十分简单 虽然说现在我们看上去 好像欧洲只有这么多的第三国际势力 但是让我们展开地图再看一看 其实就连美洲也有第三国际的势力 甚至亚洲也是拥有第三国际的势力的 而且再让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美国 美利坚联合公团基本已经赢得了内战了 美利坚太平洋国 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彻底削弱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帮了法兰西公社打赢了俄罗斯 那之后下一个遭殃的 只会是我们大欧地利合政国 所以说在帮谁这方面 我们还是十分拎得清的 我们当然选择帮俄罗斯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当化法兰西公社 最终我们赶在1940年的年底 做好了法兰西公社的战争目标 此战我们一共动用了 大欧地利合政国80%的军力 我们的主力全部集结于萨克森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从萨克森 直接一路北进 打到柏林继续往上打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德国 把俄军直接切割开 剩下的胜利果实 就会全部是我们奥地利的了 其余部队我们全部放在德国边境 和意大利边境 而我们普通国的军队 我们也全部用上了 全部防卫海岸即可 最后还剩24个师 他们实在是没有战场可去 那暂时就留守后方 那么一切准备就绪 我们正式向第三国际开战 没有多长时间 果然如我们所料 我们的军队迅速推进到了斯德丁港口 那现在我们就和俄军 把德国已经一分为二了 接下来我们的军队 只需要继续一路向西即可 打到法国的心脏 巴黎 时间一直持续到 1942年的6月10日 终于巴黎被我们攻陷了 那这段时间的战斗 真的是把我们的刀都要砍卷了 我们对法兰西公社造成的伤亡 有160万 而对不练连联盟造成的伤亡 有60万 对南方的意大利也是60万 而我们在这场战争中 付出的伤亡是93万 不否认我们的盟友俄罗斯 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但这场战争 基本有一大半 都是靠我们大奥地利合众国 来打下来的 接下来我们对法兰西公社的胜利 也基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我们继续推进 最终在1942年的7月15日 法兰西公社停止抵抗 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南部的 意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 接着又经过数月的征战 到了1942年的10月23日 我们正式将意大利地区平地 那么现在我们只差最后一个敌人了 就是不练电联盟 那之前我们一直征服小国 也收集了不少海军 那海军我们都没有造过 那基本都是抢过来的 现在组建了一个 稍微可以抢到那么一点吃海权的舰队 我们就可以准备登陆英国了 那我们的海军上将 当然就让我们的霍尔蒂来单领即可 开启协助登陆作战 我们直接开始我们的登陆行动 那没用多长时间 不练电联盟彻底宣布投降 那整个第三国际就彻底宣布了投降 那最终在我们巧妙的谈判下 巴黎条约正式签署 大奥地利和中国取得199个地区 俄罗斯国取得一个地区 那在这一战之后 我们的势力从多瑙河 直接扩大到了欧洲 非洲还有美洲 现在整个欧洲都听名于 我们大奥地利和中国 曾经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 俄罗斯趁机夺走了 我们的加利西亚地区 如今我们已经彻底平定第三国际 现在是时候拿回属于我们的土地了 然而就在我们宣称才刚刚造了一半 到了1943年的10月4日 没想到俄罗斯居然率先向我们发难 对我们的小弟土耳其共和国宣战 那本来我们还担心 这场战争会失出无名呢 那既然俄罗斯率先动手 那我们完全可以说 我们再打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 那在纸面军队上呢 我们的陆军师只有102个师 而俄罗斯有187到435个师 俄罗斯兵多将广不可否认 但我们的小弟也不是吃素的 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所有小弟 全部召唤进入战争 那么最后一场 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 就此开打 我们在战争开始不久后 很快就成功收复了加利西亚地区 但是我们联盟其他地区情况就十分不妙了 基本就是在被俄罗斯平推的一个情况 现在我们必须调动更多的军队 来防御我们这条超长的战线 那在紧急情况之下 我们把各国的小弟军队全部抽了过来 像是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 法兰西 普鲁士 还有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的军队 我们全部抽了过来 我们没有一点时间可以耽误 马上整编部队开往前线 战争一直持续到1947年的4月4日 我们的卡尔皇帝没有看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 虽然前线的捷报越来越多 战争也越来越利于我们奥地利 但是一直被慢性之气管炎折磨的卡尔皇帝 还是没有熬到那最后一天 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忍痛含泪接受这个事实 那在我们的卡尔一世去世之后 下一个继承的 则是奥托 逢 哈布斯堡 洛林根 虽然我们的卡尔一世 已经看不到那一天了 但是我们的奥托一世 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把胜利带回大奥地利和中国 那最终我们的部队甚至没有打到查理金 俄罗斯国就宣布了投降 萨文科夫的反动统治至此彻底结束了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奥地利实在是失去了太多了 将近三百万的精锐部队全部死在了前线 虽说我们的敌人俄罗斯国损失了一千万的部队 但我们仍然心疼我们的损失 不过好在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那么最后在1947年的10月7日 莫斯科条约正式签署 俄罗斯国被我们彻底击败 那最终在分解完俄国之后 我们将其所有领土与小地 全部纳入了我们的体系之中 至此一个属于奥地利的黄金时代 就此开启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